哈喽 集美们 欢迎来到辣妹宝妈财阀千斤的美丽频道 今天为什么戴帽子呢 是因为刚洗完头 然后现在的发型就是有点 上不了台面 刚好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来教大家自来卷应该如何搭理头发 我作为一名被自来卷折磨了大半辈子的人 我的前半生每一分每一秒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都不敢想 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要问了 自来卷不是很好吗 不用花钱烫头发就可以变卷 真的不好 因为自来卷的那种卷 并不会像你烫出来的那种卷一样 那么的有规律 那么的有纹理 我们的卷是那种乱着卷的 可以参考一下你两腿之间的那种毛发 你会觉得它卷得很好看吗 而且自来卷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就算你做离子烫把它烫直了 但是等你头发长出来那么一点点之后 它还是会变卷 我从小的梦想 做了希望世界上能有治疗自来卷的药 吃了以后就可以让我的头发变直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天对我的惩罚 我人是弯的还不够 还要让我的头发继续这么完 我也不是非洲人 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基因 所以为了对抗这种邪恶的卷发 我从小就练就了一身 拉头发的好本领 我人生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全部用在拉头发上了 上学的时候 为了每天拉头发 我要比别人早起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是什么概念 月黑风高的早晨 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睡到七点四十五起来上学 偏偏我只能睡到七点半 十几岁的花季美少女 是多么的需要睡眠 这得给我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啊 好了下面就来为大家演示 我该如何拯救我头顶的这一团乱发 我戴了帽子已经把它给压平了 它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每次洗完头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真的是不太会打理头发 我看现在很多男生真的是蛮厉害 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出门前还要给自己抓头发 我啥也不会只会把它给挖直 先给它分成两份 然后打开甲板 温度我调的是160 按理来说调到180 200都可以 但是我这个人对高温恐惧 我会对那种开水啊 或者是很烫的东西 有种恐惧 所以我不敢调太烫 自来串洗头发 最好用那种柔顺型的洗发水 这样的话可以缓解你的毛脏 你还可以喷点那种 可以让头发变柔顺的喷雾 我自己用的是这个 超级种子 黑灵芝护发精华喷雾 喷上之后感觉还好吧 就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自来讲有点严重 夹头发的时候一定要让头发干透 不然如果你头发湿的话 那它夹出来还是不值 我跟你们说 夹板一定要用好一点的 首先它安全 我小的时候没钱 总是上那种地下街 买那种十几块钱的夹板 有一次直接爆炸了 呲呲的穿火花 吓死我了 其次就是好的夹板夹出来的头发 它是那种很柔顺的感觉 这边是夹过的 纵向丝滑 然后这边就 有点像稻草 我多年拉头发的本领 现在已经练就成 不用看后面的头发 我就能把它给拉直 我的头发有点太长了 最近正在留头发 现在的发型有点失败 大家不要紧 全部拉直以后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些人肯定会说 你现在没有好看到哪里去 但至少现在可以出门了吧 刚才那个样子怎么出门呢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希望可以给到 跟我一样自来卷的女孩 一点小小的帮助 一是不要心疼钱 买一个好甲板 二是 每天苦练拉头发的技术 虽然我们天生资质不足 但是可以凭借后天的努力 赢得一头闪亮的秀发 好 今天这个视频 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如果快乐很难的话 那我就祝大家